金扫帚奖出炉了,刘亦菲拿影后,王宝强的心也太大了吧。 近日,娱乐圈中最不受人欢迎的奖,金扫帚奖出炉了。 影视类各种奖很多,但大多数都是水很深,要说最公平,八解决的金扫帚奖应该排在前列了。 简单来说,金扫帚奖就是评选国民心中的年度烂片,奖项主要由最令人失望影片、男演员、女演员、导演、编剧等构成。 今年,姚密、景田以及吴亦凡这几位终于退出了获奖名单,刘亦菲和郑开取得桂冠。 最令人失望导演由王宝强和壁志菲取得,值得一提的是,王宝强还亲自去现场领了奖,宝宝也这心也太大了。 完整获奖名单在这里,大家感受下。 最令人失望男演员,郑凯临时演员,将魔传。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,刘亦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风火芳飞。 最令人失望导演,王宝强大闹天竹,壁志菲纯洁心灵,竹梦演一圈。 最令人失望影片,大闹天竹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纯洁心灵,竹梦演一圈。 刘亦菲今年平级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风火芳飞中,一成不变的出色表演拿下了最令人失望女演员。 当然,这也不是天仙第一次上榜金扫帚奖了,之前也被多次提名,无奈去年她的表现相对其他女演员实在太突出了。 电影圈真的是很奇怪,有些时候拿奖也尴尬,三生三世在这里拿下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和影片两项大奖。 但是去年,刘亦菲还评约此电影拿下了东京电影节电影周金鹤奖影后,现在总算是实至名归了。 而郑凯评级临时演员和将魔转打败王大陆,陈学东等人,摘得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大奖。 最令人失望导演奖班给逼着飞与王宝强也是很恰当,大闹天竹和竹梦演一圈这两部电影都是让人一言难尽。 这一次颁奖比较特殊的是,王宝强还亲自登台领奖,发言相当珍愁感人,这大概就是人格魅力吧。 虽然他不是个光彩的奖项,但可以鞭策人进步。 我来领奖是因为我爱电影,尊重电影,尊重观众,尊重在座的前辈们。 我第一次当导演确实欠缺经验,有很多不足,我相信经过努力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。 感谢这个奖项给我个机会,对观众说声对不起。 不少网友表示就冲着王宝强来领奖这事,就值得称赞,未来可期。 金扫帚奖已经举行九年了,王宝强是第一位来领奖的一线明星,以往最多的也只是派电影主创人员来领奖,明星都没出现过。 早年,和东市后二的导演马伟豪派助理前来领奖。 去年,有李飞儿,李威廉,李金明主演的《至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》获得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电影奖,使导演郑来至金子来领奖。 九年时间,金扫帚奖从助理到一线明星来现场领奖,这算是电影圈的明显进步啦,希望能激励更多的电影人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